像这种摩西沙的料 它起货是会很变态的 那这一条我们看一下 到底会长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工厂里面一个瓢花料要切 咱们去看一看 哎 这一堆啊 这一堆的话 我看这里说 所以这个叶把它切完了 现在还有一个更多一点的 那个玻璃的那个吗 对 哎呦 这个盖都这么漂亮 底部更漂亮啊 有几套啊 三套四套有吧 最少三套啊 像这种摩西沙的料 能有这么大 而且档性这么足 整个料基本上是不变种的 最后一片快切好了 这个带天空蓝的那个 今天应该一会儿切下来了吧 快了 马上点底了吗 多切一些出来 好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就飘花的 我们去研究一下那个 对不对 走吧 这个料啊 这个属路全部是汤透的 总共是有三条 你看这一边很纯啊 这个要为了保险起见的话 咱们还是把皮拔了 看看它这个属路下去 这一板到这一板 你看整个这一包全是通过 但这种牢场口的摩西沙 其实很少啊 这个棉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点 有可能在第二一条的时候 这个棉全部是没有的 一本都挂不上 把手桌套了以后 镯心和这个边上的 可以打竹子 直接给它做成套装 行啊 这个就安排切 切的时候来让摄影师过来 记录一下 好 那我们先去开大料理吧 这是咱们昨天那个料已经切出来了 咱们套了一条毛胚 昨天我们担心的问题是边上这个棉 会不会切下来以后它化不开 你看套成胚以后全部散开完了 整圈是一致的 像能够切出一条 这样起杠起银玻璃种的飘化速度 是很不容易的 像下面这个纸啊 就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玻璃种的品质 就是让人超级享受 小悦 来来来 过来一下 这条咱们就先把它做出来 倒角做了以后 我估计整圈它的这种杠性和荧光感 一致性会更强 这个先给它拉一下 抛一下就行 像这种摩西沙的料 它起货是会很变态的 在整水料当中 我们行的都是会起涨起涨 那这一条我们看一下 到底会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后面一起来看 这个成品咱们已经加工好了 从球小鸭变成白天鹅 实际上我们从板上能看得出 它的冰感啊 透度啊 老杠性 这就是我们说 汉料一定要买老坑的 我们行列说 起货变态的 就是这样的老坑 来注意那种老仓的 像这样的 思逸清晚的玻璃种票话 让我想到了一首诗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 就像清革清晨的绝世家人的话 令世人尽相追逐 代代相传 爱恨能够我祈祷 千万里生后 为我迁就 世间之端 绝世'... 没有月份能够我祈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